中国作为机床大国 到底会不会造机床 机床是机器之母 精度之王 离开了高精度机床 发动机 导弹 飞机的机翼 这些根本就加入不出来 然而这些年 中国的机床可以说是越来越落后了 那么上世纪60年代 手动机床这个时代 中国机床跟日本的水平差距 也不算太大 但随着的机床 这数孔机床普及之后 中国开始远远地纳在后面 那么中国是全球机床的大国 占据全球30%多的产量 但是大多数都是低单产品 这些年德国机床 采用混凝土的床身也是越来越多 一家在中国的混凝土床身的工厂 那是供不影响 国内许多机床潜业都委托他们加工 它的费用那才比住戒要费很多 然而中国机床界 只是跟着看跟着用 德国人用了 我们也用了 至于理论分析 那都不清楚 这种床身的性能如何量化 它跟金属刀鬼在一起 这种热膨胀的影响有多大 没人知晓 这还是最可怕的事 再说说中国机床的可靠性 一直被这个业界的诟变 成为这个质量的最大软肋 机床的可靠性能 主要依靠三个特性 关键的一点就是动态特性 但这一点呢 经常被中国的厂家忽略 说是这个被忽略 其实呢 就是不会做 因为缺乏对于这个基础机理的研究啊 就无法对这些参数进行标定 工程化的经验不足 没有行业共性技术支撑 这是中国机床界的一种重大的缺陷 中国机床产建呢 几乎就没有国外机床的这个工程参数库 对这些刚性啊 频率关键参数 基本都是凭着经验办事 那么设计理念呢 可以说还是挺够在三四十年前的顺度 而且呢 即使知道哪些参数重要 也缺少这种检测的办法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 中国机床企业呢 在规模上呢 也是大大步向前 而基础理论研究呢 则得远远省的后 近十年多呢 已经开山不前的这个机床建 继续出现了一种自我收缩的这种趋势 这样下去 在国际赛档 就会被麻烦越来越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